今天回应擦鼻涕 不好意思 没忍住 12月23日 今天在出席2018V 影响力峰会娱乐高峰会论坛演讲时 本来一身症状看出去干练清爽 但是令人影响不到的事 怕是发生了 在影响力峰会上的他 上台演讲的过程当中 他因为感冒没忍住 所以很尴尬的擦了擦鼻涕 本来这是难免的 但是他在这么多的聚光灯下 做出这个让人觉得很尴尬 景天也在会议结束后 很诚实的说出这个尴尬的事 并且还真诚的忘了线 让人们对他处理事情的风格很认可 一般的女明星都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能够这么大方的说出来 也是值得称赞的 景天的回应引来一大批粉丝的围观 对他擦鼻涕很是关心 好心疼田天 他总表示 姐姐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虽然很心疼你 但还是原谅我没忍住笑了出来 可能是第一个凭借擦鼻涕 上热搜的演员吧 帮你起来吧 帮你起来吧 谢谢大家